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圈哥 今天您又得饶了 午夜节前后正是这种青条鱼刚下来的时候 幼稚非常的肥美 今天圈哥就用这个青条鱼 给大家做一道菜 这种鱼在我们当地被称呼为青条鱼 不知道你的家乡管这些鱼叫什么名字 咱们可以评论区里面探讨一下 这种鱼肉非常的鲜嫩 很适合炖汤使用 咱们首先把鳞去掉 先打掉鱼鳞 这鱼有个特点 它的鱼鳞都偏青绿色 所以说这种鱼 我们当地也管它叫青条鱼 这鱼在海里面还是非常凶猛的 牙齿非常的锋利 刮开键之后 咱们先剪掉鱼尾 然后把背部的鱼鳞给它剪掉 这种鱼头类似于带鱼的鱼头 咱们鱼头就不要了 本身也没什么用 大家看见吗 这鱼骨都是偏青绿色的 然后咱们从鱼缸门这块 把肚子破开 然后咱们去掉内脏 这种鱼的油脂还是非常厚的朋友们 一定要把这油脂给它去掉 要不炖完吧 这汤色非常的浑浊 然后呢 把这鱼这个 贴骨头这个筋门给它扯掉 这骨头这个血水 全部给它去掉 要不这炖完鱼非常非常吸引朋友们 大家看啊 把青鱼这个黑门 白门 全部给它撕掉 贴骨血全部去掉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改刀 咱们把鱼切成长段 来 鱼切好 咱们先放在盆里边 自己家园子里边种的水萝卜 虽然说长得外国列兆 但是说这是 完全一点农药没有的 纯绿色丝品 咱们给它切成厚片 大家看啊 大概两硬币厚 这青条鱼炖点水萝卜 朋友们呢 那有汤啊 你喝去吧 你不搂它半斤三搂了 算我白说 好 炉过去好 咱们先放到小盆里边备用 咱们切点生姜 四片就够用 大葱 斜刀切后片 也四片就够用了 朋友们如果家里边炒菜 也像川普用的铁锅 咱们第一步必须得把锅 视着为全部烧热 全部烧着猫牙的状态 然后咱们加上食用油 因为咱的鱼得提前煎一下 你锅里不提前预热 把锅溜透 你煎鱼的时候很容易粘锅 大家看啊 把凉油倒锅里之后 这油烧着猫牙的状态了 油烧热了 咱们再把油倒出去 然后咱锅里边再加入少许凉油 然后咱们把鱼 依次放入锅中 鱼传入下锅 咱们先不着急冻着啊 让每一块鱼都具有油来煎煎煎的 然后咱把鱼换个面 特别这一锅煎的有点多啊 如果家里边锅小的行为啥 咱们用两锅或者三锅来煎制 大家看见了吗 特别一锅煎这么多鱼也没有粘锅的状态 青条鱼纯程煎制两分钟左右 把两面煎制成金黄色 就可以了 锅中加入猪油 朋友们咱们炖青条鱼的时候 个猪油炖不仅能增加香味 而且还能有效的去除腥味 然后放入葱姜 把葱姜炒香 葱姜炸姜之后咱们放入青条鱼 然后送锅边烹入10克料酒 立马盖上锅盖 焖4秒钟 这样料酒的香味啊 还全部融入到鱼里边了 去腥蒸香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 然后打开锅盖 然后咱们加入开水 朋友们咱们 在家里边炖青条鱼的时候 因为咱们家里边没有鸡汤没有老汤 咱们必须得搁开水 你要搁冷水的话吧 它有生水味 一定要搁开水 这样汤车炖的比较白 你看什么汤烧完之后啊 咱们把这浮沫往处撇一撇 这时我们就把火调成大火 一定要调成大火 调成大火咱们盖上锅盖 先炖煮一分钟 把汤色给它顶白 现在已经到一分钟了 咱们打开锅盖 等一会看一看啊 这汤色立马就顶白了 然后咱们改成中火 这时候呢 咱们下入水萝卜 然后简单调味 精盖加4克提底味 胡椒粉2克 去腥蒸香 增加符合味 白糖 1克提鲜 咱们炖这种汤菜的时候啊 鸡精一定要 您出锅之前再放 这样的鲜味会更加的充分 然后咱们盖上锅盖 中火咱们炖煮8分钟 8分钟到了 车哥打开锅盖 哎大家看啊 看这个汤色 橙奶白色 非常的有食欲 哎这罗伯已经完全成熟了 然后呢咱把这葱姜 葱姜挑出去不要 临出锅之前 咱们加入3克鸡精 提味提鲜 朋友们啊 临出锅时加的鸡精 那小鲜味立马就上来了 好在鸡精融化之后 咱们就可以出锅蒸盘了 这小汤是不是非常有食欲 最后咱们再放点灵魂的西洋菜 鱼炖好了 车哥先尝个汤 哎呦这小汤味太嫩了 朋友们啊 这个汤味太嫩了 嗷嗷嗷鲜 车哥这长块鱼肉 看行不行啊 车哥负责任的说啊 鱼肉一点都不行 一点腥味都没有 非常的嫩 主要是这汤好喝 朋友们啊 你吃点这有鱼汤呢 撒你不撒的半斤就丢起 车哥 视频到这里呢 青条鱼炖水萝卜 就制止完成了 如果大家会学会了 或者这道菜呢 能对大家有一点的帮助 希望大家能给车哥一个免费的站支持一下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